真的很想做 因為他知道我反對 他跟我講說 就讓他讀讀看 他覺得說 至少讓他沒有遺憾 我那時候想說 他都講這樣子了 也要支持他 長久以來 中小企業旺盛的活動力 與創業家精神 一直是台灣經貿發展的 獨立部隊 尤其台灣中小企業 靈活的彈性 堅強的毅力 以及冒險進取的精神 更早已舉世聞名 中小企業 不僅創造了台灣 多達七成的工作機會 這些中小企業的家數 也佔了台灣所有企業的 百分之九十七 蕭敬伯就是這些 中小企業的縮影 在1994年創業 當時資金並不寬裕 選擇自家農地 興建鐵皮廠房 剛創設家有企業時 以幫助臨近大廠商 加工為主 利潤也不錯 有些地方 《西方的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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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滿熱情 理想与外向的她 一开始都被认定 无法忍受女工的辛苦 可是却是一进入公司 至今三十年未曾更换工作 到目前仍然是位基层的女工 相较于肖静国先生 李敏慧女士恰好代表了台湾 另外一群选择留在加工区 默默付出的劳工 他们经历台湾贫困的时代中 产业发展模式 劳力密集的工业生产 以低价的人工代替机械 完成商品以外销到欧美国家 而这个模式 也是触发台湾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以李敏慧女士任职的 成衣加工厂来说 也是早期加工区产业的缩影 尽管这样的工作环境下 不断重复着一样的制作动作 人是卑微且机械的 以低价的劳动价值 换取公司的最高利润 而这样的牺牲精神 就是造就了台湾丰沛的外汇存底 与带动整个基础产业发展 最重要的养分 面对经营的困境 很多厂商转往低成本地区开发 肖先生发挥坚然的精神 以减低经营成本的方式 来应用环境的变化 他提到工厂即时住家 一般劳动者工作只能八小时 自己则能够延长工作至十八小时 只要肯努力 不怕没钱赚 为了节省工资 妻子与子女也加入协助部分的工作 其实这堂贵上 顾饭做哪个贵贵啊 我没有去走 家庭要去 车站到那边 那边穿了 怎么走的 两张都切一遍 两张都切一遍 那边穿了 因为以前小孩子也都 一直鼓励他 一直鼓励他说 爸爸1.5%做得很好 小孩子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蛮鼓励他 他第一段时间 我觉得说 他也慢慢慢慢 就是越来越有信心 还有他的鼓励 感到说 他 我是觉得说 他好像就是后来 一直找到他的价值 然后就越做越好 我感觉是这样 我看到他的成长是这样子 中小企业常在自有资金不足 管理技能及经营新知等监控环境下 使得行销突入拓展不易 产品价格竞争激烈 再加上国内相关法规要求日高 中小企业主难以支应各项 与日俱增的成本 逐渐丧失竞争优势 肖敬国先生的加油企业社 从原有的低成本生产优势 也逐渐被其他开发中的国家所取代 为了另行谋求生存发展 肖敬国的太太往外寻求协助 再透过高院科技大学育成中心的协助 开始把市场往国际迈进 这一步虽然迈得艰辛 却是不得不走的路 而庆幸的是 这一步目前看来 确实为企业社带来一丝的曙光 我的想法是想说 我现在又没有那个能力完全去接国 所以我目前就没有做国际性的网约 我想慢慢地做慢慢地做 台湾的劳工意识逐渐抬头 有一段时间劳资关系相当紧张 许多大型工厂劳工组成工会 针对不完善的制度提出意见 李敏慧就是在这样的时空下 被选为工会代表 某种原因就是因为人在抗争联终奖金 还没有发生之前 是大家都这样 俄语这样传来传去说 公司就是联终奖金都没有提升 都是那么微薄的 对了 不合理我是都听人说听人说 结果到就是要启动的前一天 他们就说有人要罢工 搞公司的时候我想说奇怪 大家都好像都没有在动 有的人就说要搞新厂 因为我们那个义大餐有旧厂跟新厂 那时候我们都三千多个 我们公司很大 我们就说要去新厂 要去那些空间 因为总经理他是在新厂 那这样我就说要空间 要空间就走哪有什么 还在那里等 我这个很外向我就说走走走 都不用得 落在楼梯全部都下去 所以在谈成功的时候 一阵就这样决定的时候 大家就说要公会里面 在监视里面一定要有 一阵都一定要有工具 起来这样 所以他们才会说把我跳进去 就是这样进去 没人没过来进去 一带就十几年 在工作之余 为自己找寻新的一条路 也为这个事